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听着谷建芬老师的歌 你的DNA是不是跟着疯狂的动了起来呢 我记得小时候童年的必唱歌曲一定是歌声与微笑 现在还在耳边里响着 随着沃龙营的出现 所有三国演义里面关于沃龙先生的画面和他的故事 也都一直会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没想到有一天能够有机会现场给大家演唱 在这里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跨时代的金曲 3月8日晚8点锁定北京卫视新浪微博京东直播 京东晚8点音乐会属于你属于我 属于每一个永远年轻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相会吧 今晚8点在北京卫视播出谷建芬音乐会 相信很多观众都在期待谷建芬音乐会 要知道这次的音乐会阵容只能用豪华这两个字来形容 官方的宣传标语是 这是场全家都能听的音乐会 这个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 孙楠 纳英 周深这类歌手 他们的粉丝的年龄跨度特别大 个人比较期待周深在音乐会当中的表现 在音乐会当中周深有两首独创歌曲 《卧龙银》和《歌声与微笑》 还有一首大合唱 《歌声与微笑》这首作品真的是快智人口 相信周深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在官方放出的宣传片当中 作曲家张鸿光先是对周深的实力表达了认可 之后他说自己很好奇周深到底会如何诠释《歌声与微笑》这首作品 周深演唱的《歌声与微笑》 那么这首歌呢因为通过少年儿童来演绎呢 已经传唱到全中国了 那通过他这个年代的歌星来唱 能演绎成什么样这是我比较期待的 周深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卧龙银》 早前周深在B站跨年曾演唱过《四大名著连连看》 当时这个串烧表演当中 就包括三国题材的歌曲 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百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光看旧月春风 一护卓旧喜相逢 无尽不少时都不想 相信周深在演唱到同题材歌曲时 肯定可以快速把握意境 找准演唱的感觉 其实在看到谷建芬音乐会节目单的时候 是有些惊讶的 周深能参与这场盛会 是意料之中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 周深竟然会演唱两首作品 这是对他的实力的一种认可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有资格登台演唱的存在 要么是音乐圈的前辈 要么是周深这种实力强悍的后起之秀 有资格参与这场盛会的歌手 歌唱水平基本不会差 周深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 熟悉周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之前周深曾与颜维文 杨宏基等老艺术家合作过 而且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周深并没有被对方压制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厉害了 相信在这次的谷建芬音乐会结束之后 很多路人对周深的评价 会再度提升一个档次 好山好水 好地方 跳跳跳堂大路 都宽船 为了潘避 心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牙涯游改 爱遍流暮无恙 天上的祖宝 是我上场的地方 在这片河的河地上 到处都有清晨的力量 希望在谷建芬音乐结束之后 周深能够继续演唱一些老歌 周深的实力摆在这里 他可以赋予这些老歌新的韵味 很多老歌的质量很优秀 但绝大部分年轻人 不会主动去搜索那些老歌 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有歌手对这些作品进行诠释 周深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周深在参加时光夜会时 也演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 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的共鸣 总的来说 周深的神仙舞台一定会为我们 带来不同的震撼 与满满的惊喜 晚会落下帷幕之后 这场殿堂级表演 势必会被载入华语乐坛的实测 周深每一场的舞台表演 都值得我们期待 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轻 年轻的享受青色的歌曲 但为了重造某种那个新天地 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 我看见千万不可爱的你 不回头像小眼神出奔去 多少个新春被你消失在你 换来成心 我让我你看过的星空 穿过百年线红在向后 你转过身之前的那个笑容 我都懂 我让我你看过的星空 脚下的迷惯和时空 你都在红标 与其手 我说出同样的时间 没白见 你的笑容很清晰 你说你从来未后会把这一生 不限给这片流阔大地 看我像谁说紧紧拥抱你 告诉你 一些都尘埃若地 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 你都被人 你都被人 紧的